好,那我们继续讲B part 刚才之前我和你们讲了 pressure和temperature 基本上是我们可以量度的东西 但是, gas molecule 动得有多快 撞击的次数有多多 我们根本是没有可能量度的 所以我们就要去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所以我们就考虑一下 究竟pressure 在微观的角度看是什么呢? 在microscopically 去看pressure 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它这里就说 pressure of a gas in a container arises from the force exerted by gas molecule but when they hit or collide on the wall of container 为什么会有pressure呢? 为什么这个盒子会受到压力呢? 原因就是因为那些 gas molecule 它怎么办呢? 它到处里撞,对不对? OK? 它就撞下去,然后它就到处里撞 撞到哪里? 撞到这个盒子的container wall 的墙壁那里,可以吗? 那就令到什么呢? 令到这个墙去受压 这个墙去受压 或者是container 或者是container的envelope去受压 这样,可以吗? OK? 好了,所以呢 所以呢,其实 怎样的pressure会劲呢? 就是说 当这个gas molecule hit the wall more frequency 就是说,这些gas molecule 撞击 撞击container wall的次数 是越频率 行不行? 譬如1秒钟撞8次 那样的pressure已经不同了 对不对? 好了,或者是gas molecule have greater change in momentum OK? in collineer wall 就是简单来说什么呢? 就是说 当这个gas molecule 啵一声打下去的时候 撞完之后会弹出来 对不对? 那就是说呢 它撞下去弹出来 那change in momentum 越厉害呢? 那change in momentum 越厉害呢? 其实就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大家知道 change in momentum 其实是跟force有关系的 对不对?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那所以呢 其实那change of momentum 厉害的话 就是代表一个force也很厉害 就是说撞击 container wall的力度越厉害 是吧? 那就会令到pressure就更加大了 是吧? 你想象一下 这个不是一个盒来的 这是一条血管来的 为什么那些人会爆血管呢? 原因就是因为血压劲 怎样为之血压劲呢? 就是那些血的细胞不停地撞击 那个血管壁 是吧? 行不行 那血管壁承受不了 那就爆血管了 对不对? 那原理是一样的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在微观的角度看 如何去看pressure 第一就是 如果那些gas molecule 撞到container wall的频密度越高 行不行? 这样就越厉害了 第二就是撞击脚的时候 那个change momentum 是越厉害的话 就比这个force越大 pressure也会增加的 行不行? 行不行? 好了,所以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出来有两个结论 就是说 pressure increase due to什么呢? 就是 这里了 A和B 行不行? A和B 行不行? 所以这个就是 A和B 所说的东西 A和B 就是这个A和B所说的东西 就是pressure增加了 好 那跟着呢 我们就去下面了 你会见到一条很复杂的页 对吧? ok? 这一条页呢 以前呢 就要prove的 现在呢 大家放心了 这条页呢 不再需要大家prove 那你只需要 懂得运用这条页 去solve一些问题 那就搞定了 清楚了 ok? 好了,那这条页是说什么呢? 它就说呢 其实呢 呃 其实这条页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说呢 它将一些宏观的东西 pressure和volume 是这些宏观的东西 是我们计得到的 然后呢 将这两样宏观的东西 就怎样呢? 去跟一些微观的东西 去连结在一起 ok? 那我们要看一下 逐个看看是什么来的 就是说呢 原来呢 pressure和volume 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三分一 乘回 乘回什么呢? 就是乘回 有多少粒的molecule number of gas 在硬里面有多少粒 那个container里面有多少粒的molecule 好了 m呢 就是说 container里面 每一粒gasmolecule的mass 是多少 行不行? 好了 然后呢 这个呢 就叫做mean square value of the speed 就是说呢 其实呢 每一个molecule 它都有速度 是吧? 那我们呢 就计算它那个 平均速度的square 行不行? OK? 那就是等于回 那硬的gas呢 pressure和volume 了 知道吗? OK? 那这条式呢 就大家去 会给你的 你只要试着用就可以了 知道吗? 是的 那你留意就是说呢 pressure呢 一般来说呢 我们的单位呢 就会用pa 做单位 volume呢 就会用meter cube 这样的 行不行? m就是number of molecules 就不需要管 那这个m呢 就 一般来说 我们转为kg 那 c呢 就会转为meter per second 这样的 那这件事 大家要知道 OK? 那接着呢 就会 下去下面 那这个全部都是 那其实这个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是mean square speed 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 就是说 我将 他就说呢 其实呢 一勾的gas里面呢 有n那麽多粒 molecule 他就将n那麽多粒 molecule的速度 的square 就全部加上去 跟着呢 就拿回一个平均数 平均数 那就叫做mean square value 这样 行不行? OK? 好 那下面呢 有些terms呢 大家都要知道的 就是呢 可能读cam 就会有少少少好处 OK? n就是说呢 那一勾的gas里面 有多少粒 molecule 行不行? OK? 好了 然后呢 有个叫做 number of mode of gas molecule 是吧? OK? 那呢 那为什么会有个mode的东西在呢? 就是说 因为如果我问 那一勾的gas里面 有多少粒 gas molecule的话呢 我可以肯定告诉大家 是一个天文数字来的 天文数字 大到 大到妈妈都不认得 所以呢 我们就会把它转回 做多少mode 这样 明白? OK? 即是正如呢 有些人呢 那些钱太多 OK? 他们都不会 数一下自己 有多少个零 是吧? 就不是说有多少 多少元 你有多少 你有多少 譬如你有9999 萬零 不知道多少钱 这样 你直接就 有多少亿 是吧? 所以呢 就会用我的mode 那一mode呢 其实是多少呢? 是的 那我就告诉你 一mode 一mode的molecule呢 就等于 6.02 乘10的23次方 那么多粒molecule的 好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 一mode里面有多少粒molecule 是吧? OK? 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数字呢 我们就给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呢 就叫做NA 好了 那么呢 它的名字呢 就叫做 Avogadroslumber 对不对? Avogadroslumber 就是说一mode里面 有多少粒gasmolecule 对不对? 那就不需要 每次都找它 譬如我告诉你 有0.5mode 那就是等于这个 随意 对不对? 好了 那接着呢 就是 n乘m 就是 每一粒gasmolecule 有多少 有多重 OK? mast多少 成为totally有多少粒molecule 那就是说 就mast of total molecule 总共的mast多少 好了 而每一粒molecule的重量 的mast多少 每一粒molecule的mast 成为 一mode里面有多少粒molecule 那这个呢 我们就叫做一mode里面的mast 所以就叫做mast of onemode of gasmolecule 那简称就叫molarmast 可以吗? 即是说 一mode里面的mast是多少 那就是这里 可以吗? 好 所以这些terms 大家都要知道 再讲一次 m就是 小m就是一粒molecule的mast 多少 n乘m就是 就是 molecule里面的totalmast 是多少 OK? 每一粒是这么多mast 然后整成为有多少粒 那就是totalmast 对不对? 好吧 nA乘m就是 一mode的molecule里面的mast 有多少 可以吗? 好 那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